端午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节日 源于春秋战国距今已有二千多年 对于端午节的由来 民间也有很多传说 主流说法当然是源自于为了纪念屈原 屈原投身于密罗江之后 楚国民众为了不让 鱼虾毁坏屈原的尸首就把蒸制熟的饭团 煮熟的鸡蛋扑通扑通地扔进江里 起到转移鱼虾注意力的作用 把鱼虾喂饱了之后 鱼虾就不会去毁坏屈原 由于饭团遇水集散 采用植物的叶子把饭团包裹 之后再丢进江里 这也是纵子的由来 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祭祀的习俗 还有一种说法是 源于几年无子虚 相传无子虚自吻之后 夫叉令人把无子虚 装进皮革之后扔进了江里 这一天恰好是五月初 后来民间为了几年无子虚 逐渐就形成了端午节 另外一种传说是纪念东汉著名校女曹娥 曹夫溺水之后 曹娥整日沿江奔走 痛哭不已 在曹夫溺水之后第十五天 曹娥投身江中 后五日也就是在五月初五 曹妇从水中浮起 这一世纪逐渐称为端午节 民间把端午节称之为独日 是全年对于身体不移的日子 为什么端午节称为独日呢 这也是有很多传统说法综合而来的 端午节天气热 五毒醒来不安宁 端午节来临 也是独虫开始纷纷活跃肆虐的季节 这里说的五毒指的是传统五种毒 分别指的是独蛇 蝉蝎 蝎子 蝴公和壁虎 也有说法 五毒没有壁虎 但多了蜘蛛 其实这是源于武侠小说 其实原本的民间五毒并没有蜘蛛 只不过被五毒教发扬光大 深入人心 很容易让人觉得 五毒之中就应该有蜘蛛 独虫肆虐 过去的居住条件有限 再加上环境的原因 独虫很容易就会进入家中 造成一定的危害 所以端午节差异的习俗 一方面就是为了防范五毒 这里说的端午节是独日 一方面指的是端午过后 独虫开始增多 但这并不是端午是独日的主要原因 端午期间天地交态 皇帝内经中说 五月圣阳之阴也 阳圣而阴气加之 是五月圣阳之阴也 阳者衰于五月 之所以把端午节叫做独日 源于端午节期间天气阴晴不定 冷热交替 阳气下沉 阴气蒸腾 一切都处于混沌状态 人也很容易生病 五月是人身体最为虚弱之际 很容易就会遭到各种疾病的困扰 随着阳气在五月衰败 尤其是对于男性 在五月需要注意的方面特别的多 阳宫十三纪 民间对于十三纪也有不同的传说 一种是被称之为阎王纪 相传阎王原本有十三个儿子 阳王跟人口无遮拦打赌吹牛说 自己因为有十三个儿子 即便是每月死一个 一年也是死不完的 但这种过于狂妄的话 很容易遭天前 所以阳王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的儿子每月都会死一个 而且相隔都是二十八天 没有一年 他这十三个儿子就完独自了 后来世人就把阳王十三个儿子去世的日子 称之为阎王纪或者是十三纪 还有一个传说是出自于唐熙宗时期的 四大看余名师之一杨云松 杨云松用毕生所学的 看余之术为黎民百姓造福 多次救百姓于苦难之中 但阳宫的所作所为 也被一些歹毒坏人所视为眼中钉 不断地谋害阳宫 据传说阳宫一生之中遇害十三次 境遇十分的凶险 所以后来世人把阳宫所遇害的十三天 称之为阳宫十三纪 阳宫十三纪跟阎王纪 其实月季相同 分别指的是 农历的正月十三 二月十一 三月初九 四月初七 五月初五 六月初三 七月初一 七月二十九 八月二十七 九月二十五 十月二十三 十一月二十一 辣月十九 五月初五恰逢十三纪之中的第五纪 这一天是不宜行使欢乐喜庆之事 因为日期凶险毒恶 所以端午节在民间也就被称之为毒日 恶日 在端午节期间的民间禁忌也就出现了很多 直到现在 很多农村地区依然延续着这些习俗 像河北邯郸 每年端午节的时候 也有这样那样的说法和讲究 最常见的一些禁忌包括 不宜夫妻同房 端午节这一天安装民间传统习俗是不宜夫妻同房的 在古时候的农村在农历五月来临之前 还有夺五月的习俗 那就是在五月之前 把妻子送回娘家 过完五月之后再把妻子接回来 一来农历五月农忙劳动强度大 二来五月 阳气渐衰不宜同房 而且五月也被叫做独月 过去医疗条件落后 五月很容易发生一些疾病 所以就形成了五月送妻子回娘家居住的习俗 不宜举行一些喜庆活动 端午节这一天原本 就是一个祭祀的节日 所以这一天是不宜进行一些喜庆活动的 像婚娶 开业 修房 建屋 洞土等等在 端午节这一天都不宜举行 在一些农村地区 端午节由于孩子过于嬉笑打闹 还会被老人训斥 因为这一天是一个祭祀庄重的节日 是不宜过于欢喜的 所以喜庆活动自然也是不宜 端午节不宜玩水 农村有句俗语叫做 不怕七月十五的鬼 就怕端午节的水 民间传说端午节是那些 溺水的水鬼找替身的日子 如果这一天去水边玩水 稍有不慎就会被带走 除了传说之外 端午节期间水位不定 随着雨季的到来降雨增加 对于水深是很难做出预判的 加上端午节期间 天气并未真正变热 水依然很凉 这段时期下水玩耍 很容易让腿部产生抽筋 酿成悲剧 每年端午节期间 溺水事件频发 端午节防溺水 确实是需要注意的 端午节来临 传统习俗包括家家户户门前插艾草 艾草浓郁的香味 能够起到驱除毒虫和晦气的作用 端午节吃粽子 粽子谐音叫做中子 寓意着家庭人丁兴旺 早得贵子 也不欲为高中公民的美好寓意 预示着家里贵人辈出 家庭过得越来越富裕 你的农村老家端午节 都有哪些习俗呢 欢迎留言评论